Hello 大家好 关于斯外格 你不知道的几件事 为什么要养猫 因为一个人太孤独了 你的猫叫什么名字 我猫名字叫过来 你跟猫日常的互动是怎样的 我叫它 它不理我 它要吃了就过来蹭我 我给它吃的吃完 它就不理我 最想跟哪个男人一起换脸 我们叫斯外格的 好像就是体赛的 人家换脸 最能惹到你的一句话 一个靠脸吃饭的人 最自豪的身体部位 可以播吗 最自豪的身体部位 那当然是我精致的脸蛋 通常你的压力的来源 是来源于外界 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两个都有 外界的话一般是 当我看到就是现在的人都 一下出来几十个新鲜 就是活力又持足的 小伙子小姑娘 多难啊 自己给自己最大的压力 就是来源于自己的不完美 没有人是完美的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还挺多的 包括能力也不是很够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 被大家所知道的 出门应该算是我在 一个短视频软件抖音上发一个视频 就是有一天突然就超过一千万点几率 一夜涨了几万粉丝 那一天我就知道我的时代要开始了 所有选秀胜出的人都会进入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素人以上明星未满 那你会刻意摆脱这个网红的阶段 还是说刻意要跨入这个明星的行列 能成为网络上的红人 也是证明这个人是有一个非同寻常人的一种能力 而且对于我来说从选秀出来 相信跟我一起参加选秀的那些选手 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嘛 也在等待什么机会 相信这个时候我们都好好沉淀自己 等到有一天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能够被大家知道被大家传播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去打那些从来不认可你的人的脸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最认可自己的时候 解决一下过去的分别 前两年可以算是狗屁不是混过去 最后一年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一年真正 就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赚了很多钱嘛 虽然说弹琴很酥 但是谁不爱钱呢 我们大家出来工作 我也不可能说是成为了我的梦想 站在舞台上 那些东西都是需要钱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有的时候有的人比较盲目追星 首先要把自己生活 让自己过上好的生活 再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提前你得挣钱 钱很重要 你最想改料的话喜欢 懒 最喜欢的运动方式 葛优糖 最想要跟哪个虚拟人物共度过的时候 阿拉丁闲灯 最喜欢一天中的什么时刻 睡觉前 拿着手机窝在被子里 最有占有欲的体现 让我看到我的猫 不管哪个朋友来到我家 和他们很亲密的时候 我就比较生气 都比较本啊 不是都 没想到你给我们 今天那我的怕痘 I'm ok I'm a doll sadda 都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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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较好